比如说已经抓下来 剩下来就统计分析 比如说前十名 几率的号码是 哪七个号码 OK 当然如果做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 应该没有个软体会比你十个更简单的 OK 你又没事说老师我来写派认证 可不可以 但问题 不需要的麻烦吧 OK 那所以第一步你们可以知道 把这个打开嘛 然后这边的话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定义一个名称 比如说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这些都是我要的嘛 我就可以 有没有要放在B2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这个叫大乐陀 这个范围以后 他就是叫大乐陀 Enter一下 一般习惯是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名称 以后按F3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统计分析就是 请各位自己再加上号码 因为他总共有1到49号 所以你号码自己下拉一下 1到49 几率的话怎么算 他出现了次数嘛 所以插入盘数的话 可以用那个统计分析 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count if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觉得 Essal最简单的地方就是 真的唾手可得 而且说真的太简单了 这个大乐陀的这个范围 出现1号的几率 总共次数了 总共 历年来这么多次 那你已经可以算出次数了 谁最多次 如果你还要再多一个几率的话 你就在除以什么 除以总total的号码的数量 所以你后面可以在除以什么 除以不要count if 就count就可以了 那就是几率的 就是count 算一下大乐陀里面 总共的号码数量 有没有 当然你如果要用那个万分 一万次几次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格式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一万次出现几次的分 分母的部分 你可以改成一万 如果没有一万 你可以先选一百 然后改成次定 这边补两个0 这样的话就可以出现 有没有 一万次出现的次数是这样 有没有 一万次 所以哦 谁比较高 当然你就可以排嘛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排名地方用什么 用那个rank.eq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排序一下 然后做个排名 rank 然后开头这个 不过这是旧版的 它只有rank 不影响 它的号码 在它这个范围 kontrol是否向下 不过这个可能要锁一下那个reference 然后把它锁一下 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名次了 如果前七名的话 最简单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在自己写个 这个可能要写VBA 如果你不想写VBA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用排序 就是要里面一个排序 那排名应该是低的 在A到D 所以看得出来前 7个号码就有了 所以这7个号码 kontrol C 前7个号码 不过如果把它kontrol C 你可能要先贴到别页 不然它重新 我可能还要再把它什么 重新按照号码 再把它A到D还原 然后再把它从这边把它贴过来 kontrol X 那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地方也可以写程式 只是说我觉得 杀鸡不用牛刀 就这样子 所以得到的答案就是 第一名的话 应该就41号 不过跟我一年前 得到的不少一步一样 一年前各位可以看到 这底下也有 有没有 这个第4页这边 其实是去年上课的截取画面 所以看得出来 本来应该是8号 可是8号向下 因为他8号最近都没出 所以显然最近8号可以不要买 给8号可能用 然后再来 然后31 36 所以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波动 有没有 这排名有改变 那理论上 如果你要算那个几率的话 这话很快嘛 甚至如果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去根据日期 那你就再把日期分割一下 甚至的话如果你还要再算 各个号码出现的 你甚至还可以配合 插入书女分析表 还可以每一个号码个别分析 可不可以啊 书女分析表其实也相当简单 而且很容易 你要怎么分析 你可以分析非常多 甚至书女分析表还可以结合VBA 还可以自己把它快速画出Dashboard 假如说我今天买哪个号码的胜率多少 赔率多少 自己把它 然后做个变更的时候 自己马上参数改一下 这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 那这样其实就还蛮有趣的吧 OK 当然我刚刚讲那个Dashboard 衣标版那个 其实在POWER BI还蛮多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POWER BI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里面没有VBA 它没办法写程式啊 它只能够手动这样拉 如果我要变我要改参数 很抱歉 重新拉 但是它有一个 这个 不能写 它可以写函数啦 可是那个还是叫Dash 那又很难用啊 OK 又另外一套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 那个可能在呈现固定的内容上面是OK的 可是如果要呈现变化或者会有一些复杂的内容 可能我还是觉得可能用VBA或者用Python来做会比较恰当一些些 OK 所以这后面请各位自行练习看看好了 那我把重点跟各位讲 第一个我是先把这个范围有没有 就是B2Ctrl-ship向右向下 那我是在这上面先定义一个名 这个要定义一个名称应该各位有用到 OK 因为好处就是你不用选了 你按F3 他就指这个范围 有点像关联式资料 谱就关联到这里 这个就是那个名称的 然后第二个我是用什么 机率我可以用conif conif你可以算次数 其实就是书纽分析表里面的算次数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或者是说你在除以 那个总共的号码 那出来就是0.0000多少 那如果你要显示比较好解读的话 我这边是有用到一个把它改成分母 有没有 那个什么 帧数 它是以一万当就是一百 没有一万怎么办 没关系自定一下 再补两个0 这样就是一万次出现几次 这样很清楚 这样我觉得蛮清楚的 然后再用rank 或者rank.eq排名 然后理论上这个是可以另外写程式的 不过我觉得不然就是排序一下 马上就有答案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了解一下 就是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目前来一看 几率最高的前七个号码 到底是哪七个 那至于如果你假设有别的想法 比如说你想要分析的 又多一个条件 比如说跟哪一 哪一年 哪一周 或者是哪一个月 哪一个日 或者是周期 这些条件如果你要再带进去的话 那可能就是自己再变化一下 然后其他 要分析不同号码出现的几率 你可以另外再独立出 个别的工作表 然后去做分析 OK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慢慢离出一个固定的规则 如果你可以把那个规则找出来 那 也可以试试看 相对应该比乱枪打鸟 我觉得应该会来的有帮助 OK 重点 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 跟博弈无关 我们重点是在讲 程式 OK 还在讲以色列 那 至于内容 是仅供参考 请大家 不要搞错重点 所以对博弈我完全一窍不通 完全不了解博弈是什么东西 而且我对于 大恶透也完全不了解 我几乎没买过 我印象中我一次没有买过 OK 仅供参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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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